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向寒之 是有一个电影到我们学校去取景 摄影指导老师看到了我 然后发给了我导演 许导就觉得我还不错把我叫到公司那边去 然后因为当时我比较害怕 不太想做演员 然后他就说那过两年再说 过了两年之后许导又找了我 然后我就来了 每个人都有他的辅助方式 他因为那个歌单是因为剧本提示了这个歌单 他要练习这个曲子 所以他一定是听过很多遍的 所以我听很多遍的也会能帮助我 让我来代入到他的这个情境里 他们会带着你很多东西 光看着他们你就觉得自己入戏了 你就在那个场景里了 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舒服 会让你变得更加的自然 会让你对这个环境都有一定的信任感 就是有自己的时间就好 因为你不在那个场景 你也不是那个人 然后那个人就会慢慢的脱离你 我喜欢做饭 但是我不是很厉害 好吃是好吃 但是我也是就是那种看视频做 就自己也不太记得住 然后都是按自己的口味来调的 所以感觉不太专业去参加这种美食的东西 那如果是品尝美食 那我太喜欢了 那种全都是木制的解忧杂货铺那种感觉的 那种零零碎碎的很奇怪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那些小小的奇怪的东西 那个画是我在六点半完成的 因为当时疫情 然后隔离嘛 就没有设作了 然后我就熬夜 就画完了一幅这样的画 然后我能够在六点半完成这幅画 然后同时看到这幅画 我当时特别开心 向日葵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工作我觉得还是像之前一样说的 顺其自然就好了 然后我的生活呢 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出去运动运动 然后多不宅在家里